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晚上的哲學星期 我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有一些技術長問題 所以我們挑戰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我們要練一開始 我是今天主持人 Sophie 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到 藝術家子彤 畢子彤 小姐 她有跟我們分享她一些創作的想法 還有說用藝術 她怎麼去看解職的事情 子彤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她現在本身是藝術家 然後她之前的話是在芝加哥藝術學院這邊 就是讀藝術 然後而且她前陣子 她也常常就是在台灣那裡 就是美國這邊 然後有一些藝術的發表 然後前陣子剛從有約一堂駐村回來這樣子 那她可能說她會在台灣待一段時間 那基本上她的創作的話 其實很貼近台灣的政治 還有社會的一個脈絡 她自己本身也是一個社運工作的實踐者 我覺得她的身分很多元 然後她這些主題像圓民的議題 然後女性的議題 然後一些比較是被主流被壓迫的 然後權力的議題 都是她關切的一些重點這樣子 那所以今天她是說她會透過她 大概兩個創作 一個是時差書寫 還有另外一個是引領者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創作的一些想法跟感言 那就是先讓她就是簡述一下 她自己的這些創作的東西 然後之後我們再進行一個簡單的QA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先請子剛開始這樣子 謝謝 謝謝Somi的開場主持 然後還有介紹 然後也很謝謝各位今天特別 遠道而來到這邊來聽這個主題 然後我在準備這個演講的時候 其實很猶豫到底是要以創作本身為主 還是要講理論的東西 因為我在創作過程中 跟理論中間會一直來回思考 就是說我可能理論上可以想上一套 而我創作的時候 我可能是跟這個理論有間接 但是不一定完全是印證了完全百分之百的去實踐 那個理論上最理想的狀況 所以也是可是我覺得今天大家 所以我上了蠻多理論的部分 但可能等一下在講的時候 也可以把這個部分帶出來 然後 所以身為一個創作者 我常常在想自己的問題 雖然是很小 不過我可以幫大家講一下 就是比如說什麼是我文化 或者是我的觀眾搞定是誰 然後誰創作藝術 或者是說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語言去創作藝術 然後 包括他到底當愛藝術 他是不是一個指名本身 然後還有 關於藝術創作者 他對他人的再現 或跟其他事情的在現的思考 然後還有 包括是把調味放在一個 國際的脈絡去思考 或是把藝術放在政治跟經濟 還有不同的學科之間 到底他在什麼樣的位置 藝術家到底可以做什麼 或者是說 藝術教育 還有藝術本身 到底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 我的開場就是比較符合 有這個演講的主題內容 我們在講說當代藝術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就是台灣的當代藝術 比方說像美術這個學科它建設的時候是在有兩個來源 每一個是日子時期的時候美術的學科在工學校裡面就已經被設置了 然後到了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灣的時候 他那時候也設置了美術的學科在國民的教育裡面 然後在這兩個方面他們都很承襲 就是所謂康德對於美學的思考 所以也會認為說像是美術美學這件事情 是對於一個國民它的國民素質是有注意的 或者是說 然後 但我想要直接跳到 到了當代藝術的部分是1950年的時候 當時的主門他設立了USIA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在台灣 還有所謂的林肯中心 然後那時候開始辦了第一個當代藝術的展覽 然後我在上面放的是波拉克的圖 就是當時波拉克是對於 是一個美國在宣傳他自己國家價值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他自己的話作也被CIA贊助 因為對他來講 就是像波拉克這種非常的前衛 所以我也非常liberal的boateness 他其實在人家後是一個對於其他族群來講 很明顯一個視覺上的向往的強行針 然後 所以我上面放了一個很重的標題 在講說rebuilding a new nationalism 就是說他在 我們在透過視覺的時候 視覺觀看的時候 他我們在視覺上面建立了一個無托方向 想像那個視覺的無托方的價值會是長什麼樣子 那身為一個藝術創作者 他在怎麼樣透過這樣的視覺無托方的傳播 去看到就去向其他人說明 這樣子的一個國家或者是想要傳達的那個主體的價值 然後這邊就稍微介紹一下關於epistemicis 這個詞 就是像過hermiondolo 還有另外一個scouter叫做susan Santas 他會講關於說知識體系或知識體問這個想法 就是說知識體系他不是很平衡的 甚至有些知識是被積極的被屠殺 什麼意思 比方說像我之前在部落裡面遇到嘎嘎 然後這個嘎嘎他可能講話他懂得有五六種語言 那我就問他說為什麼你有辦法講五六種語言 他會說因為他沒有去上小學 就是說當我們去上小學的時候 我們學了國文跟我們學了數學 那我們少了去學習什麼叫做打獵 或者是我們學不知道怎麼樣去農耕 或怎麼樣去打獵 或是怎麼樣去思考部落的知識 然後當一個知識體系完整的被建立的時候 夢有成就另外一個知識體系可能也因此而凋零了 那所以我上面放了三個圖 就是最上面是那個在澳洲的知識圖 或者中間是登錄的 然後下面是美國、阿拉斯加的地域 就是說要怎麼樣去思考說 然後怎麼樣去建立關於知識體系的多元性 還有就是藝術有沒有可能會成為一個解決方法 去協助讓不同的知識體系成立 然後怎麼樣去思考說台灣或者是當代藝術 他所謂的subjectivity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剛剛那次開場 接下來會講關於時差數學這個計畫 時差數學這個計畫是我從2014年的時候開始 決定要做的 然後打算是在2019年的時候會完成 這個計畫這一出的開頭 可能要幫忙點一下上面的超連結 是我在做一連串有關於藝術跟正經的藝術的project 那比方說像這個創作是 我幾個朋友他騎在摩托車上 然後繞著故宮一直繞 然後繞不停 然後我再把這個畫面投射在一個 那個卷軸上 就中式的卷軸上 然後會看起來就是他從來 他一直繞著故宮但是從來沒有進去過 然後當時在我那時候在2014年的時候 做的就是太陽花剛結束 然後也會覺得說這是一個 等於說沒有辦法去對台灣人來講 沒有辦法去access或是一直被教育說 要去崇拜這個中華文化的一個狀態 然後可以幫我點下一個project嗎 然後這個字畫畫是那時候 香港讚中的時候我在香港 然後其實是可以去香港 那時候原本在芝加哥 然後就忍不住就是覺得一定要去 然後拍了香港畫面 然後再把香港畫面到了台灣那個時候 市場投票的時候 然後把畫面投射在那個投票所的地方 然後我可能會到投影片 可是在做這幾個project的時候 當然還有其他project是在做類似的練習 我就會覺得說這樣不夠啊 就是這只是一個artist talking about politics 然後而且I do nothing in politics 我根本就在藝術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做 我在藝術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做到 那我到底可以做什麼 所以那時候就發展出了 以色域這個角色 最初的時候開始發展了 ICU這個角色 那時候都在想說如果說 可以幫我往下拉一下在中間 好網路有點慢 就是如果想說如果說是我自己是藝術家 然後我自己在政治的場域裡面 我到底可以做什麼 如果我自己是藝術然後我在政治裡面 他自己自成我的行為就是自成一個藝術行為的話 我自己自認是藝術家 然後我自認我自己在政治場域的所做 是一個藝術行為的話 我到底可以在政治裡面做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最開頭的時候 當然就是先在芝加哥建立芝加哥哲 從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再來是當時的時候 中國合同會的總部是在美國的芝加哥 所以我就畫名 用假名字進去中國合同會裡面開會 然後裡面大部分都是中國的共產黨員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我是抗武石陣線的成員這樣 然後他就讓我進去了 所以那時候還有被報導 就是那是中間那次新聞報導 就是說芝加哥同會在講九二共識 然後那時候蔡英文選舉之前 所以那個會議的內容大部分都是在講說 怎麼樣子去面對蔡英文 有可能會當選的事實 中國要應該怎麼辦 那也會很有趣的是 完全是在中國的角度去思考台灣問題 他們在講台灣問題的時候 會聊蔡英文或聊陳水扁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比方說蔡英文跟日本很好啊 陳水扁就是日本人的後代 所以他們今天才會要做這些事情 民調很多都是拿日本錢或是跟日本有關係的 那他們都會特別找這些線索去讓這件事情成立 那我覺得很明顯 而且同時還有一個很強烈的氣氛是說 他會覺得中國人其實是受害者 就是一直以來 比如說南京大屠殺等等的事情都是被日本人壓迫 那現在這幾個中國台灣地區的領導人 他們也是在做類似的事情 而且還跟日本有很強烈的牽連 然後再下來的話 比方說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我進去了這些地方 那我到底可以做什麼 所以就創了一個賬號叫ICU 就是說從這個賬號裡面偷偷寫說 我自己經歷過了什麼事情 那經歷過什麼事情不只是說是真實的事情而已 因為真實的事情只要寫一個報導文學就 報導就好了 可是我的藝術家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可以把一些很Fiction的東西放進去 然後中間的話是那時候在做 芝加哥有一場是在做那個黑名單的長輩 所以那時候也是有請到黑名單的長輩來 講他們自己的故事 然後或者是我後來就從芝加哥摺爐 在做海外的這種社運 然後進入到海外台灣新年陣線 然後再從往上拉 欸 幫忙往上拉比較不好意思 就拉來拉去 就是左邊芝加哥摺爐嘛 然後後來又開始做紐約摺爐 然後後來就到海外台灣新年陣線 然後幫忙割欄尾募款 然後那時候又參與一陣子民主鬥陣 所以後來認識了裡面片子裡面 會出現的臨結 然後很早以前又開始參加原讀的活動 然後包括有參加芝加的營隊 嗯 然後也有在素巧克的辦公室工作過 幫他助選 然後幫時代力量的高主運用 那時候有短暫的助選過 然後也可以往下拉 就是在到最下面 對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也會有很多的錯 好像說像 有在海外領導一些社運的活動 比方說像那時候是反客綱不會調 然後在裡面就是做 因為在很多的政治的地方工作 所以那時候就是等於是很快的就說要做這件事情的倡議 然後就比方說設計那時候要長什麼樣子 整個activism要長什麼樣子 大家要穿什麼樣的衣服 然後拿什麼樣子的花 然後花上要綁什麼東西 上面寫什麼東西 然後最後 請大家丟在這個單架上 然後把上面的東西擠下來 然後我弄成一本相本 往下拉 然後這個是就是同婚的 就是那時候也是結合了海外四十個城市 然後做同婚的遊行 然後這上面也是我做的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關於原住民運動 但原住民運動只是比較是就是參與的角色 然後可以幫我轉移去那個同婚片 所以在這些過程中往下 下一張謝謝 就是 我是完全就是想說要把自己的身體投在這個政治的場域裡面 看到你什麼事情會發生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在不同的地方跑來跑去 比方說這幾個有在台灣的 部落裡面上演 就是在台灣的部落裡面 可是我可能在家在台北市 我又是比較常在定居之名整個城市裡面活動 然後我又跑到芝加哥去 然後或是在美國活動 所以就會可以很常常會在這三個領域裡面 來來回回的看 每個地方重視的東西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很重要在這個地方的東西 其實人家另外一個地方就很不care 比方說 比方說 在講 美國在很活熱的在講 人類中心主義 然後我就覺得 我去原住原部 我覺得根本就是學了整個 就是全世界的經驗都是 關於這個 對這個 這個人類中心主義的 這個反思或是反抗 可是 到了美國就是他們根本不share 就是原住民到底什麼 或是有些地方在討論人類中心主義的時候 可能根本不把這個知識經驗放在裡面 然後或者是說 原住民的議題 他們也不需要理解就是國際上有什麼 然後光是原住民議題 然後土地議題抗爭的事情 手上我盤子的東西就這麼多了 然後怎麼樣去思考的是這麼遠的事情 好 下一張 那 在 有一些 在我在做這個田野的時候 有一些主題就冒出來 那我最初在做10X書寫的時候 最有興趣的主題就是 關於親密關係跟原民性 或者是現代性之間的關係 下一張 這是接下來的三個影片的Clip 是我為這個project 這個演講剪的 所以它不是正式的 正式我在10X書寫裡面會看到的影片 但是它可以稍微體現一下 每個人狀況可以爆放嗎 我家人什麼都不喜歡 我自己去找 找一個人 就是他剛好 我認識到什麼 中文在裡面去 我只要能夠自己講出去 我就對 要取一個先生回來 非常的 我非常的好 因為他也很教我這個 我自己去找一個人 我自己去找一個人 然後也能夠把 這樣做 這樣做 結果之後就是 整個知道說 南方還好 自小的可以接受 但是我完全要把他接受 他的家庭 在這 穿下來的就是 你不是要 你看 它已經很漂亮 就這樣 等一下 我覺得聽到他講的內容好像滿重要的 今天就是 跟它的 想用 間隔 根本請 可以 고� entre 看一下鴿子裡面,可以問的,就是前往路側的手機要 對 什麼樣的人他在港國部落 然後他還講的是說 如果在那位教人的時候 會在那裡找到港國部落後的團職 自己去找那個 duck 你認識不到什麼的 我中在那邊取我原廣角 我只要能夠自己嫁出去的就好 我就可以要取一個先生回來 非常地 非常地法律的處理 因为别人叫我这个女后的年代都嫁 我直接去访问过这个 然后你那个女后还结婚了 结婚之后就是 怎么知道说 难道还好 就是她至少可以接受我 但是我完全愿意把她接受她的嫁妓 但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我从小被教育是要去照顾大家的程度 是这样的 我到现在 照顺一、二、三 三层第一层我都有记住 然后大阁、外阁、两层 每一层都有厨房 然后空间是个当中是感到 感到非常清楚 就是很好 因为那种还有这样 就在一起吃饭 因为左右脸色 我就一起吃 然后这样给人当 然后 我变得非常的多 这样我们可以接受 一起吃饭 但是我真的是在那边待一年 待一会儿 我就跟她一边要不要出去 我会很难够 没那么多想 可以听得到她讲讲吗 就是 这是属亚姻 然后她现在 她之前也会在港口里面做关于 就是港口的土地运动 然后她还讲的是 那个时候台九线台十一线 台九线台十一线开通到部落之后 然后她开始到城市工作 然后到城市谈恋爱 所以谈恋爱 以前的话都是没有自由恋爱这件事 或者是现在思考上面的自由恋爱 然后是把男生嫁回来 对 娶回家 然后男生娶回家之后 就是男生可以在阿美族的土地上 住着根地这样子 可是到了她谈了自由恋爱之后 她就决定说她不想要继续 延续这个传统 所以她想要把自己嫁出去 所以她等于是最后一代的Gadaf 就是说把这个男生 娶到自己家里的传统结束掉 她那时候是有很强烈对于 这个城市 或者对于这种爱情的向往 但是在更前面的访谈 她是在讲说 她就是想要把她自己嫁出去 但是她那时候第一个谈恋爱的 第一个谈恋爱的对象 她爸妈不准她跟她谈恋爱 所以她就被软禁在家里面 然后所以她才会 第二次要谈恋爱她就不管 她就是直接要娶一个男的 就直接找一个男生嫁 然后直接这么冲动的 就是直接去签结婚证书 下一章 然后接下来要讲的是理性 她是长风的 哈哈哈哈 不论 她是长风的 如果那時候那邊躺過才脫掉 對 你趕快不能前三點八點 手心去 在家裡說 我要幫你下吧 有當時那個文化認同 就是想要有一種陸落歸屬感 但是我發現其實這裡並沒有創造這個東西 有些不難還是 我覺得那時候 代表一個充足於性別加入 就是女性加入階層 就這樣 就這樣我們這裡才不成 那我們這裡才不成 原來那一年我們才要有一種的結果 問你 我覺得那時候 代表一個充足於性別加入 就是女性加入階層 你知道嗎 就有兩把 像我們這裡才不成 這裡可能水星逆星 可以 在桌面上有檔案 有兩把 像我們這一排的時候 就是女性有她自己的文化和慢性 那不能完全複製階層 那不能完全複製階層的東西 那如果去洞會啊 對啊 那後來這裡就要發酒嗎 那他們在閒俠喝酒的時候 就在發酒的腳盤 有妹的吧 女生進到階層都在做倒酒 對啊 倒酒不是女生在做啦 就是沙發在做 爆酒 然後煮菜 沒錯 那不是啦 對 對 這服務嘛 其實像酒店那樣嘛 就覺得真的濕了嗎 算了 什麼感覺 也很刺 感覺就覺得 大家有什麼進步 有的感覺 在這邊嗎 這塊 我覺得我在裡面沒有 無法留不在的 太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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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一年 就是自己的一年 也不會 也不會 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非常的一男一年 我討論同性的話 我就是討論你等到 把你自己演成自己的一性戀 我覺得是 你等到把自己裝成自己的一性戀 那我還是要討論 對啊 他們那種很明顯 他們兩個是 是其一位 對 進步都不會 都不會一般都不會 那我啊 不要 需要我通過什麼 硬電的 真笑 然後那種感覺就是 硬男的消耗 都不會 對 對 非常不像是 一個都會 其實很經典就是 五十二次 讓未婚男女互相 就是男生 男生在裡面圍舞圈嘛 嗯 然後有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就會 這樣女生 去後面 拉他們的性能 這樣子 就是我們得要扮演那個角度 不如我們 別什麼男生 一年後會不會都會有人拿 哇 先點住他 他有拉 他手機有拉過 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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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笑 他有了一雲小錢 呵呵呵 何必做這個事情 笑話又不好笑 笑話又不好喝 對啊 那這樣做什麼事 都來不上菜 對 對 這是理性的狀況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他沒有很fix說 在部落想要延續 就是說 做階層這件事情 有人不知道什麼是階層嗎 好 好 就是 對 就是阿美族的階層 或是其實 北南也會有類似的見證 不過 好 我先往下講 然後我等一下回來講 什麼是階層 然後 也是 也是同樣的狀況 就是說他想要延續這種 原民的處境 或者是這樣的見證 但是 其實對於 沒有辦法這樣子 直接認同 異南異語的狀況來講 他其實 會有很多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理性很特別的說 他自己還是部落工作 他一方面是非常想要傳去 就是部落的文化的 或者是去附贈部落文化 但是在附贈的同時 他想要做這件事情 你看他自己又在附贈的同時 沒有辦法去加入這個附贈所設定出來的性別框架裡面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在做田野的時候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到最後我大部分的時候是參加原住民運動 然後認識了這個原住民運動者 然後原住民運動者 他一方面很多是想要去做解職 或者做延續這個原住民文化 或附贈原住民文化的行動 但是在每一個人 在參與原住民運動的過程之中 他自己也有很多他自己在自己身上的狀況跟問題 他是必須要完全是在自己個體的身上去處理的 不管是說跨竹的通婚 跨竹的通婚之後他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然後甚至是說怎麼樣教育小孩子 跟不同的文化的人結婚的時候 我今天到底要講教小孩子是阿美語 還是要講教的是英文或是中文為主 這都是一種對我來講 我想看到的是這種現代跟傳序原住民的傳統 或是附贈原住民文化 在非常一個人圍觀的在私密生活的時候 會出現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可以往下 所以那時候我找到 我找林傑其實是想要講他關於愛情的事情 也是想說要怎麼樣從愛情的角度去看政治 因為那時候林傑的對象也是在政治圈裡面 然後那時候在318的時候 大家在裡面就是說又談戀愛 然後又因此而讓革命更做得風風火火這樣 然後所以原本是想要找他談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他也提供了另外一個觀點是 他也幫我講了很多話 在從美國的視野怎麼樣看台灣的政治 或者甚至是怎麼樣思考參與等等 身為一個非原住民要怎麼樣參與台灣原住民運動 或是在裡面的感受 好 往下 用過一條路的視野 人多戲中心 在當中心的革命 情遲開 人要留意 在你絕對 這個熱情兩下 爬急 因為第一名是國民的這種 比如說中國使館的感情 就是他們出的控制學院之外 他們使館其實對當地的掌控 非常嚴密 要將自己作用於你 所以我必須要從你車上離開 然後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種 不只是對於跟他或他的感情 對我來說那是所謂三 對我來說會是三一八十三結束 就是我真的就是對這個運動 對台灣暫時就是真的要衝離開來 然後去看 因為我想要看清楚我要怎麼 我自己怎麼樣可以做為台灣做事 然後那個台灣又是什麼 運動都覺得自己是為了台灣在做運動 可是這個台灣到底指的是什麼 其實這就是我很常在想 你指的是人民嗎 還是指的是一個國主 還是指的是土地 就是真的是土地 像我覺得對可能對圓運的人來說 台灣對他們來說真的就是土地 然後我就常常在思考 當我覺得我是在為台灣在做運動的時候 然後我心中那個台灣指的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完全不需要去懷疑的那個跟犯運動 但我不知道我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那個東西 就是我就是一個 我覺得這個就只是一個人 可是他們有一個歸屬 所以我前面的歸屬是非常美 非常有意義 然後非常真實的 然後而且沒有罪了 這種感覺 所以我其實我常常都沒開玩笑說 我人生有幾個打包 因為我要其中一個就是成為的助理 所以我當中這句話講起來一定會被讚 或者是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就是 我深來就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然後我很想擺脫那種感覺 或是擺脫自己是一個既得利益者的感覺 我就非常非常非常想擺脫那感覺 我覺得這也是我做社會運動的那個 我覺得我把自己弄成這樣 我把自己這樣怎麼丟進去 我可能就可以稍微說一點準 然後那樣是被傷害的熱身 代表我又不是自己的利益者 所以這是最安全的 時代是什麼東西啊 一個幻象 主動我們 我們會有某種共享的顯赫 無經濟人性地位 我們是大時代的兒子 我們是時代青年 我們是民主時代的一份 我們時代我們就不容許待 我們時代我們就責無常待 我們時代我們就人見人愛 我們時代我們就有所交代 我們是時代我們是為了國族的人民主義 我們是為了國族的人民主義 然後這就回答想說台灣到底是什麼 那是是為人民嗎 可是我現在在國際政治上做的是 其實跟台灣人民沒有很直接的想法 那我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我常擔心自己 因為民主、正義、國家這種事情 其實真的大家pick up的很快 很快就成為一個權利的詞彙 尤其是308的時候 可是這裡面的意義大家真的有想清楚 比如說選出了一個川普的民主 你們接受嗎?就是民主的代價是什麼? 然後 所以這一部分是在主名怎麼樣 從不同的方向或不同的角度在看台灣的狀況 在什麼是台灣? 如果台灣是以台灣人為主的話 台灣人為主的話 那如果以這位主的話 就是你怎麼樣看台灣 或者是在美國的狀況 他們怎麼樣看台灣 然後當然裡面也有處理到 先下一張 然後當然在這個中間過程中 其實我是非常不舒服的 比方說像因為我最新的取心動念是 覺得說我自己是一個藝術創作者 我要進去這些政治場域 可是後來就覺得哇他媽超問題啊 就是 因為我看見我在政治的狀況裡面 然後看見了很多政治的事情 然後我就想著說 好我現在要做成一個藝術創作品 然後我就會發現說天啊 我的腦袋裡面都是有一個meta在recording 就是說我因為像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 或是一個鏡頭後面的人 我都一直在看著說 那我現在是要給這個人什麼critique 然後我要怎麼樣子評論 然後怎麼樣子想說在政治 再從這個角度去看 這個政治的下一步要怎麼走 然後就發現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視野關機 然後到底這個視野 我到底要奉獻給誰 其實這個藝術的視野 或者藝術主要的觀眾就是 所謂這種 其實大部分是這種 Well-educated 然後西方為主中心的觀眾 然後 可是你知道在這些政治場面裡面 交了這麼多朋友 我都覺得聽到多久 我就不想要把這些東西交給這些觀眾 我就是想要輸成 然後就是 I belong to you 然後不是 belong to 就是這個遙遠的他者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我們下 然後當然 也會遇到 有點不亂 然後剛剛在講說在不同的空間裡面 運動 不同的空間裡面移動 在部落裡面移動 然後在台北市 然後或者是在美國 然後也會遇到很多的翻譯問題 可以幫我放那個翻譯的那個空間 就是上兩道那個時間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就創作了 其實那時候創作了一個作品 它在這邊 它是一個行為 然後 在講的是翻譯的問題 然後 在片子的中間 我就簡單的處理了一下這個概念 對 對 然後 再用一個 對 說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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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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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